看看新闻榜 好的那接下来呢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娱乐圈的大喜事 就在今天 情歌王子苏永康如约的与女友冯翠山呢 是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逃 对因为他们正式结为夫妻了 在这里送上我们的祝福和恭喜 46岁的苏永康今晚在香港周济酒店 迎娶冯翠山 中午12点左右 一对新人及一般兄弟团 就已经提前抵达酒店 黑色长礼服放身 新郎苏永康 一经出场就惹来闪光灯一片 伴郎兄弟团的星光阵容更是刺眼 作为大媒人 陈怡讯也是早早到场 喜悦之情不慎言表 你嘉宾那些全部都是最佳男的歌星 我没这么说没这么说 就是大家 在这个学业里面 多年赚回来的友人 大家都很开心 就是等我很开心 开心最重要 中午12时左右 新娘冯翠山千呼万唤使出来 一席红群与苏永康玩手亮相 幸福甜蜜 已然不能形容新人此时此刻的心情 应媒体要求 两位是大方的亲吻拍照 按照香港的习祖 新人随后登上了花车行大运 屈膝为老婆 细心与体贴异于言表 早在203年 苏永康与前妻冯丽青 结束了四年的婚姻 也因此是消沉了三年 2006年 孙永康在好友陈一迅的婚礼上 认识了小他9岁的圈外女友 冯翠山 并开始了他们的爱情长跑 今晚一对新人在香港洲际酒店的婚宴 也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到时候这位46岁的萌大叔 又将给他的新娘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也将做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娱乐新天地香港采样报道